哈喽大家好我是芷姨 水土保持局为了庆祝成立60周年 特地选在南投中兴新村的清晴公园 举办了农村好物事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为了庆祝水土保持局成立60周年 2021年5月1跟2号两天 水保局特别在南投中兴新村清晴公园 举办水保60永续幸福 水土保持60周年感恩祭活动 开幕活动一开始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跟水保局局长李正阳 还亲自上台致辞 跟大家分享水土保持60周年的喜悦 还邀请吉祥物 跟青春活力的showgirl以热舞开场 让现场气氛变得相当活泼热闹 今天是我们水保60周年 永续幸福非常重要的60周年庆祝活动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所有过去60周年来水保人在这块土地的付出 水土保持做得非常的尽善尽美 水保局60周年纪念活动当中 特别设置农村好物市集 展现水保局几十年来 推动农村在地发展的成绩 农村好物市集结合许多优质农村商品 展示了许多地方特色农产品 让民众品尝 跟购买到美味又健康的农村好物 了解水保局推动农村再生计划的成果 我连连得奖 很感谢政府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这样 想要借此来翻转说 这个消费者对于我们宋柏林茶叶的这个印象这样子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 走过一甲子60年 水保局除了要继续进行农村再生 创造高品质的农村好物之外 将来更要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 让台湾这块福尔摩沙 能够维持美丽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 李芷怡 陈文旭 南投报导 陈文旭 掌gel 弓掌 中文旭 和 中文旭 applicat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